過年大魚大肉 難免腸胃不適 跟著做八段緊第三式 來調理脾胃 還可以減少腰痠背痛 右手摸到左邊的肚子 好 左邊的肚子慢慢往上 然後摸到右邊的胸口 然後再往上推 再往上推 推到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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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伸出我們左邊的手 左邊的手去摸右邊的大拇指 好 一路遠的身體 慢慢的往下摸 摸到身體的部分 然後到下面往下推 好 記得我們的右手 盡量貼近我們的右邊的耳朵 左手貼近我們左邊的身體 好 一樣等一下呼吸的時候呢 吸氣的時候 右手再往上推 左手再往下壓 一起來試試看喔 來 吸氣 吐氣 年都過完了 腦袋和身體還在放假 這時候靠著八段緊低 試雙手脫天 就能改善精神不济 肩頸肌肉僵硬 好 吐氣的時候呢 往兩邊慢慢放下來 好 放到兩邊 然後往後做一個慢慢的迴旋的動作 很好喔 好 再慢慢的放下來 好 我們接續下一個動作喔 兩隻手放到肚臍上 然後往上慢慢推上來 感覺到我們皮膚的感覺喔 然後兩邊的脖子 再往上推 推到底 欸 很好 來 吸氣的時候往上推喔 吸氣 吐氣 臺北市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 邀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師林順谷 製作中醫師教你健康洞 線上課程影片 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 適合各年齡層 就算是輕度行動不便的長者 或認知障礙的食肢症患者 也可以嘗試做事八段頸或簡化招式 改善全身循環 我們在過年晚之後 我們身體身材走樣的問題 事實上除了我們吃比較多好料的 比較多美味的食物之外 事實上其實我們過年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坐在那邊看電視 或坐在那邊打麻將 或是打在沙發上去滑手機等等 那事實上我們身體缺乏活動的時候 我們身體一些比較核心的肌群 事實上它就會中時 或它會變得比較無力 那所以我們身體其實就沒有保持 一個非常良好的體態 你會發現肚子不知道為什麼 突出來啊 然後開始駝背啊 然後甚至會一些腰痠背痛 這些情況啊 那你不用覺得說過完一個年 其實本來感覺身體更趨弱 本來身體更疲倦 事實上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我們身體 缺乏相關的活動 那你身體躺太久了 就是你身體會越躺越累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八段頸當中呢 我們其實有一些 它可以馬上的促進我們精神的 提升我們精神的一些動作 然後另外有一些就是動作 它可以訓練到一些我們核心的肌群 特別是我們平常比較少用到的肌群 那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想要的示範 那八段女士另外一個蠻好的效果 就是我個人的體驗上也常做 就是像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常常在上班的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站的時間 或坐的時間是比較久 會覺得我們的背部啊 腰部啊 甚至我們的肩膀 那脖子其實都會有些痠痛啊 或一些不舒服的情況 那很多人會下班之後 可能要去泡個SPA 或是可能去按摩這樣 來得到環節 那事實上其實八段女士 它有一些動作 它可以訓練到一些我們比較核心的 然後平常比較少用到的肌肉 那透過這個方式 其實可以快速的緩解 我們在背部啊 腰部啊 肌部的一些 加力緊迫的情況 甚至一個長期來講 可以預防我們的脊椎的退化 包括頸椎 腰椎的退化等等 那所以呢這是很高興 跟美術政局有這樣合作的機會 那可以錄製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特別的影片 然後讓所有的市民朋友 那可以在家照 或是在上班的時候 你只要有一有空檔 就可以進行這樣的練習 今天示範的是就是 怒目掌成真氣力 那其實就是傳統的政權啦 但是為什麼我們常常教這個是 因為很多人我們上班的時候 可能上班 我們比現在10點11點 那可能很多時候 就是等到11點 上班兩次之後就覺得 很想睡覺啊 或者覺得就是空氣非常沈悶啊 然後就覺得精神不振啊 昏昏易睡等等 那這個動作它能夠快速的 讓我們的精神振奮起來 所以一般會建議說 你可能在就是 可能上班一兩個小時之後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休息時間 那你希望能夠快速的振奮起來 那等一下開會的時候 或是等一下上班的時候 你能夠精神比較好 那這時候其實可以多入這個方式 然後來讓我們整體活動起來 那這動作其實非常簡單 好就是我們一樣兩個腳 稍微打開一點點 然後稍微蹲下來 稍微蹲下來 然後兩手握拳 握拳之後呢 右手往前打出去 對 那所以我們好像說 左手也要收回來 然後等一下 左手打去說 右手要收回來 所以其實除了打出去的力量之外 收回力量也非常重要 因為收回力量的時候 你會讓你虧疾能更加有力 來我們換左邊 好 好 OK 我們再慢慢收回來 根據國民健康署 國人春節期間體重控制電話訪問調查顯示 約39%民眾 年後體重增加 且平均增加1.7公斤 另外約48%的民眾運動量比平常少 46%和平常一樣 只有6%比平常多 這個大亂景是一套歷史優秀的簡單的訓練工法 那其實也是我們台灣民眾 最常練習的一個中醫養生的運動 那我們李醫師除了在臨床教學之外 他對這個工法其實也博有心得 那這個不只有運動而已 他對我們這一個久坐久站 造成了這個肌肉僵硬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或者是大家在壓力比較大的工作情形下 會有一些的緊繃感 也相當有幫助 那另外研究結果也顯示就是說 這個運動對我們改善這個大亂的認知功能 還有這個身體的活動能力 是相當有成效的 那由於這個八段情 是他所向的空間很小 那所以呢 各個年齡層隨時隨地 只要打開YouTube 我們的現場課程跟著一起做 就能夠很簡單的跟上手 那就算就是說有一些年輕 就是有一些輕度行動不變的 或者是有一些稍微認知障礙的 一些失智的患者 都可以嘗試的把這個八段情把它簡化 或者是做著做 然後舒筋活絡出具血液循環 增加這個身體的活動 想要觀賞影片可搜尋YouTube頻道 中醫師教你健康洞 即日起自3月6號指 將與影片同框運動照片 上傳至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 LINE帳號 前100位民眾還可以獲得健康小緊囊一份 記者禮席會台北報導 中醫師教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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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師教你健康